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向天下》 这一集想跟大家讲一下印太地区现在最新的军事状况 这一集的标题叫做 多个国家卷了三袖,迟早假打变真打 中国、德国、日本最新的军事动作 先讲第一个消息,11月9日最新的消息 中国刚刚向巴基斯坦交付有史以来 最大和最先进的一艘军舰 这艘军舰的型号叫做054AP护卫舰 中国巴基斯坦的传媒非常高调地处理这件事 不断地讨论这艘军舰的先进技术和作战能力 这件事印度当然很关心 印度担心的重点是 这艘军舰几乎没有使用西方的电子设备和武器 这样即是表示 巴基斯坦对中国制造的军备很有信心 同时亦都显示 中巴之间将会向武器一体化这个方向发展 亦即是中巴之间军事联盟的意味非常非常之浓厚 亦都证明了中巴的关系是非常稳固的 这样当然对印度是一种威胁 难道印度早前是不断地试射远程的导弹的 可以说印度在地理上人口上 这些条件是足以牵制中国的 而中国就利用巴基斯坦去牵制印度 好了 说回这艘054AP护卫兰 它是由中国船舶集团设计和建造的 11月8日在上海举行交接仪式 正式交给巴基斯坦的海军 巴基斯坦将它命名为陶克里勒号 中国就会帮巴基斯坦做四艘这类型的军舰 这艘是第一艘 这艘战舰的排水量是4000吨 配有反舰、反潜、防空等等这些武器 使用最先进的电子作战系统 巴基斯坦的海军当然大赞这艘军舰 说到有这么厉害得这么厉害 这点不用多说了 印度那边又怎么说呢 印度有个网站叫做防务世界 他说这艘军舰配备垂直发射的导弹 可以发射中国制造的HQ-16防空导弹 和其他类型的导弹都可以 前面说过了 全艘军舰的武器和电子系统都是中国制造的 其实这艘054AP军舰的P字是代表巴基斯坦 同类型的054A军舰 已经有30多艘在中国海军复役 这次交货之后还有三艘一模一样的军舰 将会再交给巴基斯坦 每艘军舰的价格是3.5到4亿美元 其实真的不是很贵的 很多军事迷都指出这个价格 简直是淘宝价来的 非常便宜 我个人估计中国根本是卖大包 虚给巴基斯坦的 根本你卖军火给巴基斯坦 最大的作用都是利用巴基斯坦去牵制印度 夸张点说你送给巴基斯坦你都要 分分钟其实收回巴基斯坦 那三四亿美元 随时会造 帮给巴基斯坦官员的钱 都不止四亿美元 大家想想 另外也有巴基斯坦的传媒报道 说中国会帮巴基斯坦做另外八艘 2800吨级的AIP潜艇 不过其中四艘就是中国输出技术 帮巴基斯坦在卡拉奇这个地方做潜艇 所以我前面说 中巴的军事是逐步一体化就是这个意思 去到录音这一刻 印度还没有什么回应 我们会密切留意的 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和大家继续报道 继续中国、德国和日本军事动作 这个议题之前 照例提提大家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点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 言归正传 第二单关于中国的军事动作 就是两天前的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的新闻 USNI-Lews 就根据卫星的影像研判到 中国军方在新疆沙漠建造了一个 复合式的美国军船标靶 而这个标靶 这个战艦标靶是可以移动的 卫星影像就看到 这个移动标靶的比例 与美国的渤黑级神盾驱逐舰 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这个标靶所在的位置 就正正是中国东风21D反船 导弹飞弹的连把墙附近 即是摆明是针对美国的军舰 于是就进行这些攻击的操练 这次报道中方就没有直接承认 有军事迷就认为 如果真的开拖的话 东风导弹都未必能打中 行驶中的美国军舰 但是其实打不打得中是其次的 今次中方想让美国知道 他们有用导弹打美国军舰这个部署 你这样做其实无非是想凶美国 如果美国真的介入台海 或者南海的冲突 一于就说发炮打沉他的军舰 那么问题是 美国会不会就这样被抛宰了 会缩沙呢 暂时看来是相当明显的 美国是不会那么容易害怕的 那么中方又怎样呢 中方现在反而令到美国的军方和政界 他们的立场更加统一 更加坚定 于是美国又空回中国转头 就变成大家开始的时候 就扮想打仗 到现在就越扮越似 越扮就越有火药味 就令到扮打变真打的机会又增加了 那么同一时间比较少人报道 11月5号 德国海军的护卫兰巴佛里亚号 就去了日本东京 就将会停靠在日本那里 德国的海军总监 射印巴克他就表示 德国正在考虑着 每两年派军舰去印太地区 和日本澳洲等等的民国加强合作 很明显又是一支抗中的军事行动 本来近期印太地区的军舰 简直好像香港年初二 花车巡游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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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是德国20年来 是首次派军舰去日本 过去20年 特别是东德普密克尔 当政了16年 德国几乎完全退出 亚太事务禁制 我说笑这么说 阿金尚 瞥瞥瞥密克尔 他马上不敢出声 所以德国不敢做一些 令中国不高兴的东西 但现在东德普密克尔 刚刚下台 新政府还未正式组成 德国已经打破20年的惯例 派出军舰去印太地区 还计划与日本和澳洲合作 今次德国去印太 实质的作用当然没什么 印太地区真的有军事冲突 到时德国也不会是第一批去的主力 但今次德国在立场上 姿态上就相当鲜明 其实德国今次表态 他们亦是没有逃避的 大家想想 如果德国今次不扮演参与的话 日后在黑海那边 他们和俄罗斯有冲突的话 你想找其他的国家帮拖 帮你手 你就没有了道德的力量 你都没有帮过人 所以德国今次扮演 如果真的有交打的话 他们会帮拖的 这个行动也是很正常的 好了 德国去了日本 同一时间 日本又在做什么呢?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1月8日前往神内村环衰河基地 表示日本驱逐舰出云号改装飞行甲板工程已完成 即将引进美国的F-35B隐形战机 驱逐日的美军在10月初已成功测试在出云号上升降F-35B 即是表示出云号的甲板的内耳性已足以承受战机起飞 以及垂直升降的高热 稍后日本将引进42架F-35B分别停在出云号和加賀号上 最快2024年可以全面运作 而昂信夫登上出云号视察 加賀号去了哪? 加賀号去了越南和越南海军的护卫艦丁仙王号 进行一次军事演习 地点在甘兰湾附近 总结现在的局面 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多个国家 人人都卷起了三袖 作了开拖的姿态 武术上我们叫这些做装手 放了装手出来 你说放了姿势,是不是一定打呢? 当然是未必 不过如果真的打的话 大家这么有思想准备 有Mind Rehearsal 真是打起来就可以很快升温 多个国家来一场大运战 真是不出奇的 现在吊诡的是什么呢? 就是个个国家都站硬 大家表面上毫不妥协 但其实背后 他们这么多个国家 想打又固形困难 想不打都一样这么难 很难退,进又难退又难 所以大家就别说 假打变真打不会发生 真是很难说 好,来到这里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和Link在这条片的下方 希望多多支持,拜拜! 拜拜!